在20年前曾經有一部片叫做《黑洞頻率》 是講述一名男孩能夠透過無線電 竟然可以跟他以過世的父親來隔空對話 那麼現在Amazon Prime也推出了一部電影 是講述50年代在新墨西哥州有兩名青少年 他們竟然透過無線電而聽到類似外星人的聲音 到底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兩名高中生一位是總機階現身廢衣 另一位是深夜電台主持人埃佛雷特 他們在某天晚上突然間發現無線電波上 有一種奇怪的干擾 而這種干擾似乎不是來自於人類 當埃佛雷特詢問他的觀眾 是否知道這種奇怪的聲音時 兩人發現了一個涉及軍方的全球新謀 這還包括了民眾不明原因的失踪 很有可能是外星人綁架 電影裡的兩位主角在武林年代的氛圍中 不斷的爭吵相當有趣 另外透過復古的敘述方式 來呈現這個驚悚的故事也很特別 The Vest of Night除了在Amazon Prime上播出以外 也會在各地的DRIVING汽車電影院上映 什麼事了 在天上有什麼東西